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资源的人 财富 人力 物力 财力 各样的一些资源在手上 却不能够好好运用 圣经责备这样的一些人 那是没有智慧的 那是没有智慧 有智慧的不但是能够赚钱 而且知道怎么样用钱 因为这是神把各样的资源 放在我们手上的原因 但是他接下来说 有一些有钱的人 拥有各样资源的人 不但没有去做上帝要他们做的事情 反而欺负别人 亏欠那些贫穷的人 因为他有钱 有钱这个词常常跟另外一个词连在一起 就是有势 因为有钱就有地位就有势力 拥有了这些之后 你怎么样去成全别人 帮助别人 或是我拥有这些 所以我就可以欺负别人 在圣经里面讲到说 他说人家帮你们种地 结果你就苛扣别人的工钱 不给别人当得的那些东西 而那些人他们很贫穷 既没有钱也没有势力 也打不过你 也吵不过你 结果只好忍性吞声 他说可是这些人的冤声 他们所受的这些冤屈 会有一个声音 已经入了万君之耶和华 我们的神的耳朵当中了 也就是说即便这些 无权无视无才的人 他们没有任何的能力跟你对抗 他们只能够忍气吞声 但是他们所遭遇的这些 上帝都看见 上帝都知道 上帝会替他们说话 上帝责备这些欺负人的人 说你拥有了这些 你拥有了这么多的资源 上帝把这么多的资源给你 是让你去帮助那些 在很比你不好的环境里面 成长的这些人 他们很辛苦 不一定是不努力 是因为他没有你的家事 他因为他没有你的背景 他没有遇到你的好机会 那么今天 你可不可以成为他的好机会 有一天他也说 我原本很惨的 很糟糕的 很贫穷的 后来我遇到了一个好机会 我遇到了一个人 这个人成为我很大的祝福 成为我的帮助 你知道上帝让你在 他的生命当中出现 是要让你有一天 也可以成为他极大的祝福 有一天他可以说 我得到一个机会翻转起来 是因为我遇到了一个人 那个有钱人 他帮助我 而不是我遇到了一个有钱的人 我更惨 他欺负我欺负得更深 求神帮助我们 你手上也有很多的资源吗 你会不会闭上眼睛想一想 在你周围有没有一些人 其实神常常把他放在你的心中 你看到他的需要 你看到他的无助 你知道神让你在他的身边 神让你看到他的需要 神让你看到他的无助 因为神要你成为他的祝福 你愿不愿意呢 你愿不愿意成为上帝 祝福他的管道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